妈 妈 爸 来了 我今天来啊 向你们说一下 你看 地里的玉米啊都熟了 都可以掰了 你看我这还上着班呢 我呢也不想请假 请一天假扣了好多工资呢 所以啊你们两个不是没事吗 你给爸 然后去我地里那个 帮忙掰下玉米 这样啊 那老婆子 那咱们就去地里边 把他的玉米给掰了吧 你就安心的去上班吧 行秀啊 你就安心的上班挣钱吧 我给你爸 把你的玉米 掰了 拉回来 那好我去上班了 爸妈辛苦了哈 没事你去吧 没事 那咱们过去吧 走吧 爸 开水给带上吧 带上点水吧 走 走吧 老婆子 你累不累啊 能不累吗 你说 这都上了岁数的人了 走吧 回去谢谢爸 谢谢 做个饭给我去 妈 爸 爸 你们两个小美 都在 妈 爸 你都给我大嫂掰玉米了 你也要给我掰 小美 这你大嫂啊 有工作啊 没时间掰玉米 我们就帮着她一下 但是你在家 也没什么事 你可以自己掰啊 我不管 你给我大嫂干了 就要给我干 你看 我们 掰玉米刚掰完 那几亩地呢 这好不容易回来歇一下 这 真的没有力气了 是啊小美 要不 你让我和你爸 我们歇一下 歇一天 再去给你们帮忙 你看 你大嫂那积母地啊 我们两个 干了两天 哎呀 累的 浑身都是疼的 你让我们歇一下 再去给你帮忙 掰玉米 行吗 不行 人家邻居的 都掰完了 就剩我们自己的了 再说 过两天就有雨了 你这样 让玉米生羊了 怎么弄啊 你来赔给我们啊 反正我不管 你给我大嫂掰了 你就要给我掰 那行小美 你放心吧 明天啊 我们去 行 明天我们 去 给你掰玉米 那哥说好了 说好了 行 我走了 早一点去 知道了 你看着 你有儿子 就这样 是啊 你看 要是有事啊 给这个干 不给那个干 他就会 啊 有事的 你看这事那事的 哎 谁叫我们有两个儿子呢 这也没法子的事 干 都干 谁叫他不干呀 这手心手臂啊 都是肉 两个儿子的 玉米啊 都得干 哎 这也是 这也是没法子的事 我们今天啊 好好谢谢 明天啊 就去给他干 行 只要咱们能动 都去给他干 咱们啊 终于干完了 终于干完了 也可以好好地歇歇了 实在是 不想动啊 这以后啊 也没什么事了 咱们就要好好地歇歇 走吧 咱们回家吧 走吧 你这儿 感觉怎么样啊现在 腰疼的啊 治不起来的 这肯定啊 是咱们这几天啊 干活啊 累的了 你看 咱也没歇着 哎 这样吧 要不 咱们跟咱儿媳妇 要几个钱 给你去医院啊 看看病 不用去给他们要钱了 我这是老毛病了 我想想 休息一下 也可能 就会好的 那好吧 这几天啊 你就好好歇歇吧 什么活啊 你也必用干了 有我呢 行 你干活啊 也 不用 那么萌 你也有那么大年龄啊 嗯 我知道 好 你啊 你啊 去屋里歇着吧 我去做饭 好 慢着你啊 唉 这老口子的病 越来越严重了 怎么办 哎 哎 好子 快一点 买衣服去 哎 爸 小梅也在这 你怎么来了呀 是啊 你妈 这前段时间 不是给你们搬玉米吗 现在累的 在床上不能动了 我想啊 给你们要点钱 带她去医院 检查检查 那妈生病了 你找我没干啥 我们又不是医生 你到医院给她检查不就行了吗 就是 谢谢啊 之前你那么多钱 花完了吗 你看 这家庭上面啊 这花钱的地方多了 这手里边啊 这么多少钱了 再说 唉 这给你们干活 累的这个样 再说你们啊 是我们的儿媳妇 是我们的亲人 这我不找你们 那找谁啊 干活呀 再说了 你们两个不是没有啥事吗 不是应该的吗 还有啊 嘿 好像给我们干了一次活 就像掠倒了一样 还怪我们啊 是你们身体不好 在床上不能动 躺床上几连 休息一下不就好了吗 至于上医院嘛 实话告诉你们吧 实际上 你妈 这 一开始都有病 一直忍着呢 没有跟你们说 你看现在 给你们干过活 现在严重了 真的不能再拖了 好了吧 现在啊我们没有时间 再说了 我们也没有那个闲钱 就是啊 赶快走啦 你们怎么能这样啊 这不管怎么样 是给你们干活 你妈才累成这个样的 我们是你的亲亲亲妈 你们不会 为我们考虑考虑啊 那是 我们不找你们找谁啊 别过车没有的 就是啊 赶快走啦 走咱们去上超市嘛 不是啊 走 鼻儿 不,大白 大白 爸,你也在这呢 我们如果回到家 咋没人呢 小美 你跟嫂子干啥去啊 给嫂子我们两个去逛超市 你别说 你这真有心啊 还去逛超市 咱妈在躺着呢 你知不知道 咱妈不是有咱爸的吗 用不着大嫂我们两个 就是 他生命 我们又不是一生 再说了 我们啥时候不休一天班呢 休一天班我们还让超市买东西呢 那行啊 不休你们 你们挺会说 干活的时候 谁找到我爸我妈的 现在我妈生病了 你们要来一句不休你们 那我要你干啥小美 嫂子 如果我把这事给我大哥说了 我大哥解释不了你们 你说说 妈生病了 爸来找你们 你们两个不管不问 还去逛超市 还去买衣服 妈生病是怎么生病 还不是帮你们干活 妈现在在床上起不来 还不是为了你 为了你们家为了我家 之前妈就有病 妈一直扛着 现在妈实在不行啊 你们两个一句话 说我们不管我们不是医生 那要你们俩干啥 他们老人家 现在连个晚年都享受不了了 行了行了儿子 这好啊两个儿媳妇没一个孝顺呢 爸你呢以后啥也不用干 他们叫你干活直接不干 以后呢我来给你钱 行儿子 不管怎么样 这都是咱自己的活 爸干一点 人家应该的 爸 他们两个 就是我大哥和我 太宠他了 惯他了 啊 爸 你呢啥也不用管 这钱我来出 我看他们两个谁不同意 大白你别说了 爸 都是我做的不够好 你看 妈都给我们干活累病了 我们还不管不问 还和大嫂一块去逛超市 我真的做的不是人 是啊大白你别说了 你看我作为大理的儿媳妇 你看作为不合格 连着小美啊 胡逛八逛的 爸妈现在身体也不好 妈现在躺在床上 我们不管不问的 我们呀真是良心要狗吃了 现在啥都别说了 赶快去看咱妈 等一下不行了吧 咱们去院再检查一下 请大嫂听你的 走吧 走吧 快点 走吧爸